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德军 昨天我们聊了这个瑞典的政治制度第一部分 今天我们聊第二部分 聊之前我先说一点 这眼睛怎么变形了 先说一个事 来跟大家通报一个事 就是谷歌 估计大家有些还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像今天我在他们那个电报群里面说的 说谷歌和中国要搞合作 搞开发有敏感词审查的 搜索引擎和新闻客户端 有的人还不相信 他自己搜了才相信 所以说现在谷歌从以前的 这个眼睛怎么变形这么厉害了 从以前的这个不作恶 到现在变成了这个主动去跟中共勾队 要作恶了 这是怎么这眼睛变形了 可能是不小心被踩了 然后就现在不光是这个谷歌 然后这个YouTube也对中国很多 这个揭露中共暴政的一些账户进行的处理 有的说是进行的这个未成年人不能看 这样你就必须 所有的人必须登录到谷歌账户 谷歌账户以后你才能看他的视频 这样就身份就暴露了 有的就是他不愿意暴露身份观看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像我的账户 就是主要就是两个 第一个也是因为这是街露那个 他们那个开一个开叉车的 在在在公路上 在大街上撞了很多人很多车 然后就是被击毙了 两个视频上他是击毙了很多枪 开了很多枪 其实是没必要的 因为你把它 你有很多方法 你比方说用大货车 或者用这个障碍给他拦住 他也是娇女嘛 也不是履带 然后你而且一枪打伤了就可以了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开枪的 有人拿美国相比较说 如果这个司机有枪怎么样 在中国有枪这个比例很低 一个是 另外一个这个司机并没有任何拿枪的举动 你那么多警察已经包围了 那车子当时明显看出停在那儿 有开的枪嘛 那视频上明显就说 这被开枪打伤了 然后过来一会儿又听 还没死还没死 然后又听见碰碰碰 连响了很多枪 这就不是一支枪里面子弹 一支枪里面就几发子弹 那响了很多枪 所以就是 就是 警察就有这个杀人的影 有故意杀人的嫌疑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账户就主要是因为这个 估计他们这个网警啊 这个是中国的那些网警 他估计就是 对这个阶怒警察作恶的 他很敏感 所以他就举报了 另外我估计这个 Youtube啊 他现在属于谷歌嘛 很早就被谷歌购买了 收购了 归他们也想讨好中共吧 为他进入中国市场 所以就把我那个账号封锁了 然后我 申诉了多次 他就是回答我们 刚开始说我们要审查 然后说我们只是把那账户暂时封禁 然后最近一次又回答 回复说是出于挂起状态 我心想挂起就行吧 说不定他这是过一段时间 跟中共看谈的怎么样 他说说不定还会再重新释放 重新重新恢复 结果今天是我的 第二个账户又被他们封的 原因就是原因就是那个 也是说是揭怒那个警察的 是是哪个视频呢 我要看一下 一下想不起来了 也是我在那个 推特上也 说过了 就这个警察违规开车 开车门致人被车脸 不料警察竟然偷偷开车溜走 你这个就是明显犯罪嘛 那视频里面也是警察在检查录像 那个录像也是翻拍的 就是由警察翻拍下来 警察还在里面说 哎呀这是明显逃逸 这是犯罪了 可以确定为逃逸了 就是咱们公安内部就定了 就是逃逸罪了 但是这个也是 你刚发出去还没有两分钟 就被封了 然后就是我申诉 他也不给我任何理由 我说你这就是一个人被开车门 把人一下顶到 又骑摩托车的正好一下 他刚开车门一下把那个人顶住了 就一下翻了 翻了就正好旁边一个拿着很多水泥的 一个拖拉机 正好在旁边 他一下就滚到车门的下面 被撵进去了 但是他没死 明显从视频上看到他没死 我不知道这有哪儿违反了他的时候 他说这是暴力 暴力尽头 暴力尽头 这就是明显的就是故意找茬 因为这段时间 一个是 那个 P2P 明天他们 6号正式行动 现在他们已经到 已经到那个 北京了很多 然后估计他们就是怕 怕我这个发他们的视频 然后我也发了很多这个呼吁 非暴力和平革命的一些视频 转发来把我自己在这个 讲各国政治制度里面也讲到 估计他们也是很怀恨在心 他知道虽然 不能阻挡我们继续 毕竟我在国外嘛 你删一个号我也可以从别的区域再发嘛 然后他就 估计就是让你不痛快吧 这也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 即使他不能把那个他咬 他咬要咬你两口 就是比方说他这个 对一些人的家人的报复 就是这样 对海外的一些 异议人士的家人的报复 也是这样 我就呼吁大家能够尽量 如果谷歌进入中国了 他反正也是一个被阉割的嘛 大家都抵制他 我也可以呼吁 我发的也有英文的呼吁信 也有中文的 希望大家能够转发一下 就在我们的网站上 那个网址也会 我也会打在下面 还有这个就是 另外就是还是我们这个 人生生而自由 然后就是剖习或者突袭圆董 然后就是实行员独立工会 一定不能放松 现在就是 那个陈飞病工人也去实行员呢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呢 也在实行员 这几天不断的有新情况 但是关注的人少了 大家就不能只是一窝蜂的感热点 我们是为了争取自己 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嘛 所以我就不能说是 跟那些看热闹的人一样的 我们也要持续关注 也要做出我们的努力 第三个就是厕所墙革命 很久也 哎呀我的这眼镜是怎么了 然后就是也看不到他们消息呢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跟进 这个成本也很低 风险也很低 也就不要写太多 就写那么几句话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共产党剥夺民权呢 剥夺人民权利啊 税数过高啊 这个贪官占据90%的资产呢 包括在学生的大学里面 可以写这个给外国 给非洲留学生一个人几万块钱 国内的学生就没钱 就有的什么被强迫 因为上当贷款就自杀的 被强迫卖银子 这些就可以写一些 我们今天就接着来谈瑞典 政治制度的第二部分 所以我们聊到了那个 就全民公图 全民公投 就是直接民主 然后就今天我们再了解 还有他这个司法上的一些 他这个斯坎迪纳维亚 就是指那些北欧国家 他有一个特殊的角色 是司法监督员 这也是由当年的王室形成的 他们的制度跟当年 中国的那个唐朝有点相似 很有意思 就是相当我们当年的 叫什么监察官 可以监察 由国会直接任命 这个有意思 估计以前是由王室直接任命 现在由国会直接任命 那也不是选举的 然后司法监察员 他是独立议会工作 其任务是监督法院和行政机关 适用法律事法恰当 这就相当于 当然他作为一个个人 是不能相当于 这个宪法法院的角色 但是他行使的职能 就有些相当于那个宪法法院 然而政府也有其他的监察员 这有意思吧 有消费者保护 有平等儿童和残疾人的选拟 种族歧视和新闻 新闻自由方面 这就有点像这个中国 皇权时代的钦差大臣 有意思 然后这个再谈到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 然后立法74年 就是所谓的立法期 就是他的美界议会的立法机构的任期 以前1994年 以前只是三年 后来可能是为了减少选举方面 人力物力 然后18岁起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了 这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你参与要到30岁才行 然后有党派名单 这个将来在德国的选举制度中 会详细讲的 这个党派名单 名单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就涉及到这个比拟代表制 不相当于英国美国的因者通吃 然后他这个自1998年以来 可以填写一个优先名额 就是你优先选谁 把它放在前面 但只有20% 25%的选民使用 这个选举按说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要把那个选举制度搞明白 很简单 你一次搞明白了 一次就一辈子就不用 再就不用再去想它了 自然就明白了 但是这个很多 就包括 爱尔南的选举制度 按说数学上 它也不是很难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人家说北欧的那个教育制度也很高 但是他就 很多人就不用在这上面动脑筋 估计 也不想了解它是什么功能 可能以前因为以前没有 它是自1998年以来才有的 后面有了 我太难得去捉摸他 所以只有20% 这25%的选民使用 然后他有个4% 得票门槛的比例选举制 我以前提到过这个美国是 德国是5% 就是你有了 你得到4%的总得票率 你才能进入议会 还有总共29个选区 310个议会席位是固定的地区席位 然后其余的39个 是分配给相应党派的平衡名额 即在全国发布内 得到规定比例选票的党派 这就是根据你在全国选票的比例 来分配给各个议会 各个党派 这个有意思 这个将来在德国议会选举制度里面会讲的 这个特别有特色的在德国 也是经过德国多年的摸索 弄出来这么一个 跟别人都不同的一些特点 然后就选举方式 是通过江云宝宜党派的票 投入票箱中进行 他就不是投某一个候选人 但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优先名 就是怎么回事 你选一个党派的时候 你在那上面优先名字里面写 我选这个党派里面哪一个候选人 如果这个党派赢了 就是他首先必须 把票记在他的头上 就是我这票要记到他的头上 因为这个他们党派的权力大 所以就是他 你谁议院 哪些候选人 分配什么席位 由他党派来决定 就不是太直接民主 虽然也是比例代表制 这跟德国也不是完全一样 将来会相应讲 跟尔兰也不一样 然后党派系统 1988年以前 一直是稳定的五党制 也就是冰冻的党派体系 就是固定了 然后这些党派又形成两个派别 一是社会主义派别 这北屋的社会主义党 社会主义思想非常严重的 当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一个是社会民主党 一个就是 就是左派党 原来为共产党 后来共产党名声太臭了 改名字改为左派党 然后公民派别 这就是前面下是真正的左派 社会民主党 他们是为了民众利益的 中国的共产党哪能算左派 我一直要纠正大家一个错误的关联 中国的共产党 代表共产党那一派 代表毛泽东那叫左派 代表民众那叫右派 那是不对的 他这个是代表自由 代表公民利益的 是右派 叫公民派别 自由人民党 然后中心党 以前的农民联盟 这个有意思吧 农民联盟他算成了右派 按说农民联盟应该是 算了社会主义派别 这主要因为他们的关联落后 他继承了很多那个时候 天主教时期的那些很多关联 所以他们就是很保守的 然后就是温和集会党 就是也是相当于中间派别的 旧党派制度的特点 旧党派集团制度的特点 一个是两个派别的大小 大致大致相同 就是这个 一个是社会民主派 一个是公民派 或者自由派 一个是左派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就很多人把 这个国外有些教法 也是比较混乱的 别人把自己这个叫 Nibaral Nibaral 他们是德语叫Nibaral Nibaralton 他们是 社会民主主义的 然后把那个公民派的 右派的 叫这个共和派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实际上是这个 右派的是更追求个人自由 然后左派呢 是更追求这个社会福利 所以大家 一定要分清楚 有时就容易搞混 然后就各方选举获胜的潜力 只有刚刚过50%的分界线 就是 两方的力量差不多 有可能你得51% 我得49% 这一届就是我们是多出党的 然后下一届就是你们49% 我们51% 这就是没有多大的 多大的 实力没有多大的差别 这个公民派和社会主义派 或者是这个 自由派和保守派 然后就是 跨界选民 绝对是另外的现象 就是很多选民 就是一身忠于某一个 某一意 你忠于左意 或者忠于右意 虽然这样 但是北欧是社会福利很好的国家 其实它是非常偏向于社会主义的 然后就是 跨界联盟在政治上被排骨在外的 公民派别集团在意识分界上分裂的 就是他们就 公民派别就是右派 他们也并不是完全 就是他们的几个党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在大的阵营 划分上是属于右翼的 然后社会民主党可以确定 永远得到左派的默许和支持 这就不一样 它跟那个公民派别的就不一样 就是左派它是非常残忌的 你可以永远信任你的盟友 然后因此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大多的时候是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民主集团的少数派政府执政 这个有意思 因为右派它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分歧 然后政党制度变迁 党派制度发展的转折点 是1988年的环境选举 环境选举就是绿党 因为绿党进入了国会大厦 就是当时人民开始支持这个环保 所以绿党获得了很多支持 然后1901年 以门槛条款为进入国会 就它没有达到4%的最低得票率的门槛 但自1994年以来 一直在国会战友席位 就绿党现在在欧洲 一直越来越深得人心的 这也是很多国内的五毛 冒充右派 批判说这个欧洲白左 这个说法是非常愚昧的 非常种族主义的 左派就左派 白左 黑左 黄左 绿左 绿党一个是追求这个环境保护 另外一方面也追求这个社会福利 追求公平 这保障弱势群体 他们受教育权的 健康权的生存权的 这个是也是应当的嘛 我们毕竟不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对弱者的照顾 弱者他天生的 他有些是智力体力 包括精力方面的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 就是弱一些嘛 就所有的人都当做一个大家庭成员的话 你有兄弟姐妹 弱一点你也不可能 那当然在中国现在就是很多人受到这个共产党的 就是什么独狼教育 就有点财狼心肠的 所以就有些人我看来也对兄弟 亲兄弟姐妹 对自己的父母性都很残忍 那这是由于共产党的变态的统治造成 把人都弄得就是 压力太大了 所以就有些人天生的差一点的 道德也弱一点的 在一个受教育又少 共产党也不真正的实行 那个免费教育 义务教育 又不在学校内只进行洗脑教育 就进行这个什么爱党 什么中党教育 也不进行这个真正的伦理道德教育 所以就形成这个问题 那么社会民主党 少数派政府在寻求与中心党 绿党和左翼党不同形式的合作 就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中心党 它是以前的农民联盟 但是它虽然在这个派别上 划分为右派 跟这个公民派别是一样 但是它有时候它也犹豫 它有时候也有可能和这个 社会民主党形成联合执政 也有意思 然后创新就是改革 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 公民党第一次发起一个联合竞选方案 成为瑞典联盟 这右派 他们以前就并没有这个像左派这么紧密的联合 2006年是他们尝试一下 瑞典联盟 然后瑞典的选民 年轻 其实老一代的保守派都死了以后 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老了以后 这个没有影响力的 年轻人他永远代表先进方案 让他们选民的行为发生了变迁 就一个是联盟的形成是派别集团制度 持续存在的一个标准 虽然是在变化的这个光环之下 或者是噱头之下 打着这个旗号 实际上就是他们仍然形成的派别集团制度 就是左派右派集团 然后环保党也叫绿党 他现在是计算在左派集团之内 他以前也是计算在右派 这个很有意思 就说以前他们这个左派是 因为他毕竟有 你们有一个党是 原来共产党 就很不得人心的 所有的人就把他们 把他们化为令内 但是现在他们改革以后 他们就是更坚持社会主义 更坚持民主啊 福利啊 这些东西 环保啊 所以就慢慢和绿党就走得近了 然后最近的调查显示 选民的党派意识明显减少 但对他们来说是派别意识强 就是他不一定忠于某一个党 但是他还是分这个左派右派 这决定了他们选举行为 就是他是偏向选左派 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那些党派集团 然后2010年选举前的情势 2006年至2010年 是由温和集会党 中心党 自由人民党 和基督教民主党 组成的党派联盟 在政府首脑 这是一个德语民族 所以就是瑞典 他们也是日尔曼民族分支 在他的领导下 占有议会里面 349个席位中的178位 就从而形成多数派执政 就是前面说的就是少 极少的情况下 出现多数派执政的 就是党派联盟 实际上是很多党 一二三四 四个党组在一起的 这属于右翼 然后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 这些党派也以联盟的形式 进入国会 他们形成了一个联盟 就前面提到过来的 义务派也常识形成联盟 然后在左派方面 或者左翼方面 社会民主党 也在努力与绿党 结成坚定的选举联盟 后来他们主要是在 公会的压力下 也拿入了左派他 这个社会民主党 他也要在选民的压力下 在公会的压力下 也要跟新成联盟 对抗右派 那就2014年选举前的情势 就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在2014年失选 就选举中失败了 而右派联盟 由于右翼民粹主义者 与瑞典民主党参选 而今有微弱差别 不能得到多数 就是因为右派联盟 他选票被分出去了 被极右派给分了一部分 所以就是 有微弱的差数 没有得到多数 这个右翼民粹主义 现在新纳粹 当然也没有得过 新纳粹这么严重 很有意思 然后由于瑞典民主党 就是那个右翼民粹主义 不被任何其他党派 适作可以联盟的对象 大家都不跟他玩 考就不考那跟他结盟 所以这个右翼联盟 在2014年 又是这个少数派执政 因为他不想跟这个 瑞典民主党结盟 要是结盟呢 他们就是多数派 但是这个右翼党派 他还不愿意跟这个 左翼党派结盟 所以就是这个少数派执政 然后公民党 在不能有效打击失业的情况下 失去了很多选民的支持 所以大家虽然 这个经常看见什么 各个 我觉得国内有时候 可能有一些这个选择性报道 老是说这个北欧国家 被评为最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 这人民的收入水平 有多高多高 人均收入水平 但是他们这个失业 他们也很多社会矛盾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 这个国内的故意误导 就是为了多多少少 跟共产党贴着筋 说你看这瑞典的国家 也是社会民主主义 也是左派思想占上风 所以他们就是过得最好 实际上也并不一定 包括比英诗识 还有很多问题 包括南北平文差异 这些 算起来德国是最好的财务者 但是德国它是 当年也是得意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它也是得意于这个马克思主义 因为当年这个马克思主义 工人运动风气云涌 然后这个铁鞋宰相 毕斯麦 制定新法律的时候 还是在皇帝制度下 他是首相 就制定了这个 这个福利国家的原则 就是保障这些很多 管管孤独啊 让他们就也有 也能生存 包括实业的工人也有保障 所以就包括上学啊 这都有保障 你包括现在德国的大学 是免费的 你看这就是 很少见的 所以共产党跟他比起来 就是原型立路 人家虽然是资本主义 虽然是这个 不是社会党 但是德国的是个 SPD 社会民主党 反而是少数党 所以SPD是更多 更多方面偏左 但是也不是像这个 别的国家呢 偏的那么厉害 它主要是偏向于这个工会的 工人的权益 然后就是此外 还有移民政策问题 其中首先是瑞典民主党受益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国家也是 虽然瑞典是这个 接受难民 以人口比例来说 是在欧洲最多的 甚至世界上最多的 但是他们国家 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 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者 所以这个就 瑞典民主党就 参选又得到了一些选票 然后就是公民党 再次进入右翼联盟 公民党曾经是 犹豫跟这个左派结盟了 然后左派是各方各自 举行独立选举 他们又散了 政治党派就是这样 分酒必喝 喝酒必分 那今天星期天 我们就讲少一点 就还是这个谷歌的问题 我要说一下 就我已经和我们这个 大学里面的教授 跟他联系了 就是他专门研究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这方面 基本权利的 因为在德国的法律 对这个基本权利保障 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这个 我打算起诉谷歌 这就考虑到一个 就是将来不用他的产品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不用他的照样过 国外的那些人 用他的产品 主要是因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 他们那些大公司 有广告费 可以给谷歌 所以我们中国人 也从中得不到益处 所以我们就不用他的 这些做广告的这些 我们他们的产品 我们也用过上 你海购 关税也交得多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不用他 这个搜索引擎 我们有很多别的 大家可以搜索 这个其他搜索引擎 效果也都很好 有的还支持 也是像 你知道这个支付宝的 种树是从哪儿 剽窃的吗 他就是从一个 那个牛腩区的名字 我一下忘记了 什么克里斯库 什么剽窃的 那个牛腩区就是 你用他的牛腩区 你点击一次 然后他就会支持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多少 我忘记了 就是你点击到一定程度 他就可以在世界上 种一棵树 就用来绿化环境 很多人 欧洲很多人用它 其实还有别的 他稍微比谷歌慢一点 因为他的估计服务器 还是不够大 还有别的很多 这个搜索引擎 大家都可以用 然后Youtube 在中国人用起来 也不是很 我们可以不用国内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 像Vimo 还有别的什么的 像我也可以直接在我的网站上 把视频贴到我的网站上 所以我们也可以不用它 这就是 而且这次我要 因为大家不知道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这谷歌的总部 是在爱尔兰的 因为他是什么 因为他的税收低 而且爱尔兰每年 给他们补贴很多 爱尔兰本来自己现在就穷 所以他们国民也很反对 然后吸引着外国公司 在他们国家 长期驻扎 所以也补贴了他们很多 多少亿美元 所以就是 他必须是欧盟法律制约 德国的判决也是有效的 如果他不服从德国的判决 他也去欧盟起诉 但是欧盟的 德国的法律 欧盟的法律 一致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种赢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就要狠狠地打击一下 这个人 为我作畅的东西 做到这个程度 从当年 2011年 像我们那个时候去 去北京 他那个 鼓鼓中国总部 下面深援他们 当时还有 独国保 威胁我 我都没理他们 就那么支持他们 还献花 结果他现在背叛了良心 背叛了社会道德 背叛了社会责任 我们要谴责他们 好吧 那今天就先这样 就到这了 祝大家 聪明那些 过一个愉快的 新期 国内天气应该比这边好 这边就德国人 就是事务长 今天特别怪 一个热 另外干 就感觉人家快死了 我这视频 这做的是在我们 这自己 在这小房间做的 很热 我把门也关上了 然后我完了以后 马上要去 有空调的地方去处理 太热了 受不了 拜拜 祝大家 一切都好 都多保重 像有些 参与 维权 或者是 民主运动的 有志之士 勇士们 也盼望你们 一切保重 家庭的什么都好 也可以 拜拜